昨天去朋友家吃了一个五花肉炖土豆啊 吃完以后啊 我有点微微的难受 它的分量不是特别够啊 今天咱们自己做一顿啊 简单的给它享受享受 哎呀 今天这五花肉多少还有点肥呢 接下来咱把锅烧热 把猪皮给它蹭一下 对 这样蹭来蹭去 有一种练少林铁沙爪的感觉 公共五拳法第八十三代传人魔鬼金肉人 对 把那块蹭完了 咱们再换一块 咱们这个铁锅买回来以后就没开锅啊 就是慢慢养 现在特别好用了 有人养了一年吧 时间有点长 现在硬压下去啊 有种放屁的声音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见 然后咱们给里边稍微来一下 泡上三五分钟啊 咱们拿小刀给它刮洗干净 把五花弄的曲曲黑 然后把五花给它放到锅中 然后咱们给里边稍微来点水 然后给里边来点开碎的小生姜 然后咱们来点这个广东的米酒 咱们准备点葱姜啊 然后把姜切成这样 往后的后片 然后咱们把大葱 再切成小段 再来少许干辣椒 水微微开后 咱们把这个浮沫给它打一下 咱们把五花给它煮上二十分钟 咱们准备点螺丝椒 把屁股全部给它切了 二十分钟以后啊 咱们把五花给它捞出 给它切成大片 接下来煮肉的汤咱们也不浪费啊 给它煮上几颗鸡蛋 接下来咱们来颗酸菜 给它切成小细丝 咱们在会儿炒一个酸菜 这炒酸菜这丝不能太粗了 但是会酸菜 这丝一定要粗一点 就是它因为耐会一些 拿水泡一泡 在会儿咱们给它攥干 接下来咱们给锅里边 稍微来点油 五花肉要想颜色好啊 这冰糖少不了 来点冰糖 全程小火啊 把冰糖炒至融化变色 咱们把糖色炒至走红色冒泡 鲜冒小泡 红冒大泡 然后大泡变小泡 电光火是一刹那 冰糖给它下里边 冰糖给它煸炒一下 然后咱们把鲜饵的五花给它下里边 给它初步煸炒上色 煸炒出油脂 咱们给里边来点生抽 然后咱们给里边稍微来点水 然后咱们把煮好的鸡蛋给它下里边 然后把酒肥皮香叶花椒 给它下里边 稍微来点搂出调色 咱们给里边来两块葫芦 然后稍微来点盐 在里边没有蚝油了 来点鸡精 盖一盖 咱们先给它炖上一个小时 这肉炖的相当漂亮 咱们把大条料给它剪一下 然后把辣椒给它全部下里边 热火咱们给它焖炒七八分钟 咱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葱蒜给它爆香 爆香以后咱们给里边来点生抽 然后咱们把酸菜给它下里边 稍微来点盐 来点大料 来点花椒粉 然后来点姜粉 简单给它煸炒一下 然后咱把粉条给它下到锅中 来点点鸡精 来点老抽 这一根 咱们给它焖个十几秒钟 这个酸菜炒粉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今天不容忍 终于搞定了 咱们先尝一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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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超好吃啊 这五花肉有一种魔力啊 越吃越爱吃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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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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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五花肉超下饭 来一颗鸡蛋 这一片五花由我小半个脸大 真的肥瘦相见 肌脂丝滑 来个辣椒 今天采用的辣椒是螺丝酱 挺辣的 嘞 蜡蛋 非常感觉 一碗 我以为我们不在吃饭 我不会吃饭 但是很滴 很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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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滴 哇这个辣椒真的挺辣的 今天这一个辣椒把我响住了 这米饭 这米饭是昨天剩的 为了为了不浪费 现在咱们一起吃了 吃肉不吃蒜 三位少一半 这块辣椒真的是变异了 哇连我这种吃辣椒能熟啊 要吃这个之前 要做一段心理建设 我直接有跟他的拼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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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